觉得我挺幸福的啊 感到这个好社会了 所以说真的 我就对天时台所有的老年人说 该望出慢一步就望出慢一步吧 因为我今年才53岁啊 还有就是六七十岁的人 因为我身边有两个朋友啊 我就不说你们是谁了啊 记住啊 看着我啊 看见我啊 妹妹我说了 两个姐姐 你说你们讲话工资又那么高 一个月四五千块钱 还值得给儿女天乱呢 第一次婚姻失败了 然后还有第二次 我先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啊 看着我 太好了 完了你们该找得找啊 我姨说太好了 是 都别想不开 也看不开 必须得想开 是啊 正如梁姨所说的 只要肯向前迈出一步 幸福啊 也就进了一步 那咱梁姨到底想找个啥样的老伴呢 老姐的梁姨的择偶标准啊 红娘决定安排她和李淑见个面 彼此啊 认识认识 这刚一进屋没多久啊 李淑就领着梁姨 看自家敞亮的厨房了 这个原来咱们的小梁姨要炸了 炸了就炸了 厨房宽炒明亮 好 对吧 嗯 挺好 嗯 这个书都炸了 不错 原来那羊排炸掉了 小梁姨的羊排不炸了 这就是羊排是吗 对 羊排炸掉了后 这个书都炸了 叫梁姨把你进帮她 嗯 挺好 嗯 她那人炒挺好的 不错 可以吧 嗯 眼缘呢 眼缘也行 嗯 这双方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还不错 眼缘这关啊 算是过了 梁姨啊 也打开了自己的画匣子 那你那个那个婚姻是什么回事啊 嗯 原来我开车啊 总跑啊 不知道 不知道这些啊 嗯 嗯 那家里有点状况 理着 一路往再找就不行了 这一个屋都一个了 你第一次婚姻 什么状况你离婚啊 你都直说了 你都不说了 你都不说了 我状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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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直接说了 我状况了 就是说 你那时候咱们说那个 不来人了 毕竟岁数这么大了 不想 好像咱诋毁他了 那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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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这么说 你要这么说 你就听到我懂了 懂了 对 对 对 感情不合就得了 你就说感情不合就得了 你说感情不合就得了 你说感情不合就得了 我两次他带个儿子 这儿子呢 结婚后孩子有了 把孩子 媳妇都领我家来了 那时候我姑娘还有姑娘 老姑娘没结婚呢 我这哪儿行 我这一说 她不愿意跟我家 我咋子呢 她跟二子 二子就 哎呦 我说这一吵 你这咋醒了 我怎么说的 我看到 你觉得姨挺能说的 那是想找能说的 还是想找不能说的 那她的性格 我也挺喜欢的 这个心 心直口快 我还要说的 本以为梁姨的心直口快 李淑招架不住 没成想啊 李淑还真喜欢 这种直爽的性格 梁姨啊 闹着闹着 就口渴了